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欧函端教室它帮我们做的是哪些事情 首先其实它能够做的 你看在这边它可以做什么 线上点名 也可以做线上点名 也可以做互动 可以抢答 可以评分 还可以学生分注 那这些所谓的课间工具都是老师很方便的地方 当然你的教材也可以 就是放在欧函端教室 或者我们等一下会介绍的这个OneNote的上面都可以 这些都是一种方法 左手边是用老师的角色进去的 所以老师有没有发现我这边功能比较多 你们现在是用学生角色进去 所以功能比较少 这样老师可以理解 你刚刚先加入了 但等一下我们先体验学生 待会再升级为老师的角色 那它除了这个以外 你看老师的教材 我们刚刚是OHA 那么如果是OneNote的话 它很方便 尤其老师现在有没有很多影音的教材 老师平常你的影音教材你都怎么整理 放在你的秘密基地里面 对不对 但是有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老师你的档案 假设你的YouTube影片 你除了有标题有网址 还有什么 课程你会用到的 你赶快再记录一下 那这个如果你只是单纯这样还好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我的影片 我可能不是给同学看完整的内容 我可能是从第五分钟看到第八分钟 那老师你每段影片都会记得 应该很难对不对 你通常会做一件事 同学等一下我找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neNote不用那么麻烦 好不好 你想要从哪里开始 开始播放 你就设定好 然后到哪一个时间点 它就自动从那个地方开始 然后到时间到就停止 第二个 老师如果在影片里面要出题目给同学 你会怎么做 等一下我暂停一下 哈哈哈哈 我来问同学问题 不用那么麻烦 时间到了它就会自动停 题目就会跳出来 这样有没有比较容易一点 光这个就可以解决 老师那个影片就是 应该说管理的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是很方便的工具 那了解这样子之后呢 这个就是它的概念 那刚刚呢 大家都已经加入我们教室了 那么您可以看一下 它加入教室其实有两种 有两种 现在在简报第六页 老师您可以看到 它有两个方式 那您如果说 老师现在还有Google QS論的名单吗 有吗 如果有的话 最好 因为老师直接授权 就可以直接取得 从那边取得同学名单 那这样子 对老师来说就更方便 我对如果也不用像刚刚这样 他给你代码 同学直接登录就进来了 他就到你的教室了 对不对 这个都不需要付费 就到这边我也都是不用付费 他们从Google Classroom 可以进到教室里面来 应该是说 我们从欧函登教室 只要他选择 我是从Google Classroom进来 有没有看到 从这里 老师跟同学都一样 那只要他授权 可以读取他的Google Classroom的资料 那他就可以直接看到 他有加入哪些教室 我就从这边点进去就好 没关系 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实验看看 那这样老师使用起来 就会更方便 好 那现在了解了之后 我们就马上来试用看看 这个在我们简报的第八页